赤子大人想听动静呀 好啊 那我就命人将你乱刀砍死 来人 来人啊 你别再喊了 喊来了那个人 你真的要吃亏的 赤子吃晚饭了吗 还真是有些饿了 可待了吃的 我特意为您准备了宵夜 都这般境地了 你还有心思做宵夜 世子的情况我了如指掌 不会让您出事的 都给我住口 哪者何人 我真的有些饿了 进来吧 夜宣了 吃点清淡的 你一生 你到底是谁 我在跟你说话 这是给你煮的粥 来 在下苏荣卿之前见过 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沈夜 这事也算是机密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说出来了 让大家都知道我娶了个小官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 肯定是没想留他性命的 来人哪 你就别再喊了 你刚刚都把他喊来了 还想喊来谁啊 七处说得有道理的 你别告诉我 这件事 你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 我就先不跟你说话了 来人 来人 来人啊 三姐姐 秦 你没事吧 你也别告诉我 这件事 是你们俩 联手安排的 那咱俩就先别说话了 嗯